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9日星期四的104财经科专题研习 我是Esther 陈兴提 先跟大家关注今天整体的示范表现 英伦银行入市干预英国长寨 见到美股方面急弹 港股今早开局时,恒指跟随着高开319点 一度升到378点 但午后,英国十年期债息又再升 港股也升了不保,跌最多204点 又见11年新低 最终收报17165点 跌85点,跌0.5% 国子方面收报5912点,跌46点,跌0.8% 科子低见3439点,指数创立以来的低位 最终收报3482点,跌43点,跌1.2% 而大涉成金额方面有913亿元 如果看板发表现,见到内房物馆这些股份继续领跌 而碧桂圆是逐射近1.2% 在蓝手之中是占底的 而避险情绪比较浓厚的情况之下 金额资源股份就向上 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专题研习的部分了 好,马上进入到专题研习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这只股份 这只股份最近出了业绩 是立即被分析员和投资者 认为极其不佳的业绩表现 也很难怪他们的 始终你盈利方面差了这么多 跌了五成 说回他们的业绩售字 中期收入645亿元的人民币 其实按年都升4.8% 但纯利方面就是32.75亿元 即是按年倒退了五成四 跟刚才Kelvin说的差不多那个数字 另外这个每股盈利方面70分 派末期息2分 而去年同期派的是33分 然后今年已经剩下2分 然后加上他们之前的中期股息 这次全年一个是派了10分 派息率是1成4左右 而撇除这个汇队收益 全年纯利是倒退了5成6左右 而毛利方面就是按年下降了4成 毛利率就由1成9 降到去只剩下1成左右 其实主要都是归咎于成本的猛性 他们本身的产品的售价 又跟不到这个成本的升幅 所以就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 另外就是 刚才说到中期收入是600多亿 其实最封刺的地方就是 这个收入其实是创了新高 这个数字创了新高 但是很可惜就像你刚才说了 他们的成本上升 导致他们的产品提价方面 追不上成本速度 因为那些资源价格涨得太快 是 他们追不上 那就导致现在这个 这个奇怪的状况 你收入升 但是盈利竟然倒退了 接近一半 嗯 然后 刚才说到 加上你派息的 比起往年 无论是你派出来的股息 还是派息比率 都是下降了的 那么纯利倒退这么多 很难做升牌的 是 但是同时这两样东西发生了的时候 那你就导致 那些投资者就退却了 因为你 其实吸引力低了很多 没错 在这个股价上面看到 其实从2021年的2月到现在 其实已经在说是跌了超过六成了 嗯 那真的很难怪的 你一直表现这样 虽然你是受压 但是你连息那方面都表现不理想的话 那你难免大家对他没什么信心和退场 嗯 而且你虽然说他本身赚的收入是赚多了 但是他的年内内包装纸价 其实都一直在跌 对他们也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跌的说是四成半的跌幅 都跌了多少 因为他们就是风城风寬 那其实它最主要是 那些包装纸是它的主要产品 那你包装纸就是经济疲弱 再加上风城风寬 那运输需求低了的时候 那你那些包装纸的那些销量 那自然都下跌了 那你销量下跌的时候 那你想销一销 那都是唯有减价 那现在跌到一个什么水平呢 其实现在包装纸价 那些股份的市涨率 去计算回差不多已经是历史低位 嗯 那主要受到哪几大的问题影响呢 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成本的问题 因为原材料的价格实际太高期 那还有就是终端需求都弱了 这两方面就双重打击 那成本方面其实对他们来说 影响最大的是那个煤炭的价格 那而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行业 其实现在都出现了很多这个停产的状况 就是说他们要将他们现在有的一些产能暂停 然后本身预计说是要开的这些新的产能 也是延迟去开 那再加上他们需要做很多不同的成本控制 其实种种的迹象是有反映了现在整个商品行业的下行的趋势 那而另一个方面呢就是 未来的需求会不会有一些好一点的表现 就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 不过他们未来 就是如果说看远一点 就是那个前景方面 其实都有值得关注的地方 就是他们来着呢 就是都不仅是狗子 就是大部分是紫棋 那大家都想将这个林章这个东西 就是算为一体化 林章一体化 叫做 是的 那接下来这些东西 就是如果一体化大家都知道了 那你就是成本各项削減了 那就可以了 是的 就是其实是整个产业一起去做一个转型 嗯 那如果这件事成功了 那你来着可能那个冲击就会大一点了 那不过 那你短期内的话 其实都仍然会持续受着 刚才我们说的一大堆问题困扰着 那就是很多项都估计了 就是起码你都要去到明年 你才可能会有些改善的情况 那如果明年呢 究竟那个需求会不会有很大的提升 也都很取决于究竟那个宏观经济复苏的速度有多快 那而这件事我也都觉得很难预期 还有疫情方面 会不会有一些好一点的消息 那另外呢 就是欧美市场那里 那个出口需求 会不会可以带领回 各行业的表现 那如果看短期一点 看回11、12月 其实都算是包装纸 或者所谓的子业公司的旺季来的 因为11、12月就有很多促销 例如双11那些 那还有很多假期 假期可能在圣诞会买下礼物 诸如此类 可能今年仍然都未能够 不谈 对了 未能够复苏了 所以全年里面 最展望的其实就是11、12月 那很快都会见新章 那再加上 其实现在对于整个行业里面来说 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降低库存 目前来说是这样的 因为例如有一些大行都会特别赞 就是说他们其实做了很多大规模停机 刚才也有说他们需要暂停某些产力 就是果断 是 所以其实去库存的成效是已经显现了 那就是看看 例如11、12月的时候 如果它的需求可以升回一些 然后去库存的表现 是会帮到整个业绩的话 可能在12月的时候会好一些 再加上其实 目前来说 11、12月他们是预计不会再停机的 嗯 那说不定到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好转 但是都是一起看吧 一起看到时候会更快一点 都跟其他我们说过的行业一样 就是普遍其实那个最坏的情况 都可以说是真的过去了 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